房東擅自開門進房 旅房客對聚 因為兩個人基於電費問題 喬布攏 發生爭執 女網友在臉書社團求救 表示房東突然要求他補交電費 但當初簽約說冬天一個月七百 夏天一千二 現在其他用店卻要額外繳錢 一千二吃到飽 變成只有冷氣費 房東甚至擅自闖入房內討錢 讓他直呼連回家都有恐懼 你自己拿我們那時候 一四兩份的出來看 是不是有寫夏天就是一千二 就叫十一月 這樣加一 多二加 不是叫你一次 所以就變成七百加一千二 一千九 對對對 所以一個月一千九 然後全家電費是三千塊 全家的三千塊 然後你要我講一千九 以企業電費為例 價格甚至不止一千九 八百的熱水器加一千二冷氣 還有兩百元的冰箱用電 和一百的照明費 總金額高達兩千三百元 房客控訴整呼一個月電費 也就三千自己怎麼 就要付上將近三分之二 電費已經包在 我們的七月裡面一千二了 那房東就不能以其他的 不同的理由 來去做其他的費用的收取 那如果真的想要再去 收取一些費用的話 也必須經過房客的統一 目前針對電費爭議 房客與房東尚未有進一步歸印 不過根據台電統計 全國每月平均用電 在一百二十度以下 就算用得多以四百度加上 夏季電費計算也才只要九百四十二元 房客與上房東以四違背合約 加電費提醒民眾 在外租屋前面溝通 務必談仔細 別不小心讓自己吃了虧 三十四元主管路站 台北採訪報導